感恩无限 上周访问尾声的一句话 晚节离开时不断地在我脑子里徘徊着 整个晚上的嗡嗡作响 是的 活着就好了 动笔写这稿时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超过半世纪以前的今天 母亲受难了 母爱如大地 包容着我们的一切 过去艰辛的岁月里 寒心如意 生我居我 复我复我 偿我欲我 复我复我 预报之恩 浩天运广极 恩典 是心里的感受回响 年轻的我们 拥有整个世界 未来的日子 可能的一切 都是属于我们的 牛气冲天 豪迈有理 身边的人和事 都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都是因为我们而存在事的 而没有时间和机会 停下来问问自己 我们是什么 何来何去 问的都是抱怨的为啥 他有我无 而不会醒悟 为何我有他无 了解恩典的源头 是要知恩 知道这是恩次的给予 不是可以用努力汉水赚回来的 也不是可以用东西物赚换回来的 是按常理我们不值得拥有 而实际上是拥有的 认识到这是来之不易的 认识到这是恩典之后 便是受恩 接受恩惠 领恩有很多时都在不知不觉下完成了 而我们都是事发后才知道发现的 都是没有选择的或被选择的 受了恩惠还以为是应该得到的 领受了 便油然升起感谢之心 很多时候 情绪高涨亢奋 蒙蔽了心眼 不知恩感恩 受了恩也自以为是 我们自己正回来的 放眼浮生状态 不知恩不感恩 而只是蒙地里不断地求恩 毫无歉意地领恩受恩的 多的是 包括我自己 自我忠心 我见必然 那有一刻停下来 数数我受过的恩典 不是要在死去活来的绝地里 一无所有的绝想牙前 那有度于一生春晓的苏觉 才觉得一切都不一定是必然的 才懂得如何珍惜过去 爱护目前 盼望还有一个未来 知恩感恩知念 期待一颗谦卑的心 把执着我见放下 让乾坤大地包容着我们的自尊 让滴水融入大河 住进大海 成为大海的点滴 小我 古我 是知恩感恩的开始 死里回生 余生是为着报恩而苟存 所受恩典今生报不了的 来世再偿还 也许还是偿还不了 那就只有永远地 放在心底里 欠恩了吧 从直温 受温 感恩 泻温 到报温欠温 是一段毕生悠长的过程 亦是人活在世界上 上天问责人间的一个开始 人们之间 不停地失温 受温 感恩泻温 报温欠温 你舍我欠 我取你还的没完没了 就是要我们学会了取舍 要懂得拿得起放得下 我们毕生只会要 要拿 不懂急语 不懂得施舍 天地之恩 家国之情 知得到了吗 感受到了吗 我们一生欠下的恩惠 实在太多太多了 苍天浩瀚的恩情 亲人有人敌人的宿战 夫妻儿女的前缘 还也还不清 长也长不完 只有这生来世的待着 回向大地众生 是的 活着就好了 我心充满感激 我感恩无限